高速連拍 精準對焦人眼 無折擺動瞬間 盡收眼底 移動的毛小孩也能輕易捕捉 Sony收款5G旗艦機 正式在台亮相 讓我們一起進入5G新時代 高速5G聯網能力 緊抓追劇者的心 全新的專業單眼相機模式 以及蔡絲光學技術 強攻拍攝族群 現在大家很喜歡拍短影音 所以他把錄影功能也放進來 而且是專業錄影模式 甚至於內建的麥克風 其實是收音那種 你可能要花一些預算 才能買到的麥克風的等級 他把它放到這台機器裡面 三星瞄準5G手機換機槽 三月在台灣開出第一槍 推出5G旗艦機系列 搭載多鏡頭配置 台灣LG電子主打6.8吋大螢幕 在台灣推出首款5G雙螢幕手機 支援8K影像 隨著中華電信近期獲得 國內第一張5G執照 台灣預估今年7月 即將邁入5G新紀元 疫情的影響已經慢慢的減退 然後我們看到在五月份 其實手機的銷售量已經慢慢的 pick up上來 已經大概比四月份成長了 大概四五個%左右 在今年七月的話 我們覺得我們很有信心 在整個5G市場的推廣上面 手機商配合運營商 我們大家一起來做 就在各大手機業者火力全開之際 市場傳出蘋果新一代iPhone5G版本 將延到10月上市 另外隨著美國強化華為禁令 台積電已經停止接受來自華為的新訂單 在5G智慧型手機的研發 華為致必會受到影響 新唐的雅力電視 王冠林 趙婷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台北採訪報導